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明蒂坐在新冠肺炎的急诊室 听着她42岁丈夫罗斯 透过呼吸机传出来细微的嘶嘶声 她打开了她的手机 打出了这个讯号 她说我没有接受疫苗 她在脸书上打着 因为我读到许多有关疫苗的事情 使我觉得恐惧 所以我决定不打 只是要靠祷告 我想我会没事的 但是病毒还是找上了她家 罗斯他们四个孩子的父亲 全身都插满了管子 正在生死之间挣扎 几个小时前 隔壁病床的病人 才因为新冠肺炎离开城市 7月13日 明蒂决定将她的声音 加到一群为推动疫苗的组织中 要为这一个打或不打 而分裂的国家 向群众做见证 明蒂决定在手机上打下了这一句话 假如我先前有今天所了解有关疫苗的资料 我早就打了疫苗 如今我心中充满了后悔 每天每时每刻 我都在自责 然后她毫无犹豫地按下了送出的箭 随着这个Delta变种病毒的蔓延 全美国各地医院的急诊室 又渐渐变成了无空床的情况 许多过去认为自己可以躲过疫情的人 在现实的逼迫下 不得不改变主义 接种疫苗 有一些州政府 跟公共医疗的单位 利用在医院重病房 因得病而改变心态的人 来做广告 劝人打疫苗 甚至有给一百元 作为奖金 鼓励人去打 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肯打 即便得了新冠肺炎 躺在病床上 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得了这种病 而且决定不打疫苗的人 听多了这种新闻 心反而变得更反对 更不愿意屈服 基督徒应当不应当接送疫苗 通常反对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 这种mRNA的疫苗 是用堕胎后的胎盘做的 但事实上 只有在早先实验中有过 后来就不用了 第二 身体是圣灵的电 不应当加入任何的化学药品 但是许多的食物当中 都有人工色素 还有保存剂 第三 打疫苗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 但吃药 难道也是没有信心吗 其实过分信赖疫苗 而不注重个人清洁防腐 才是对神的不尊重 为着大众的安全打疫苗 应当是肯定的 因为不打疫苗 并不能荣耀神 却是违背了 应当顺从在上掌权的命令 明帝后悔看了太多 网上反疫苗的消息 他的丈夫虽然脱离了危险期 但是他还是将面临 一辈子肺部的损伤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 谢谢